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談一談新疆的問題 11月16號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關於新疆的消息 說是中共的一個體制內的官員向他們洩露了 24份中共機密文件,長達400頁 這些文件都是洩露中共在新疆統治的一些辦法 一些細節,作為一個中國民主派的人士 我對於中共的暴政,尤其是在新疆的這個暴政 那是有所了解的,但是看了這份文件之後 看了這個報導之後,還是心裡面感覺到非常的憤怒 非常的驚詐,非常的沉重 過去曾經很多次的看到、聽到說中共在新疆大建集中營 關押了上百萬人,對上百萬人這個數字 我還不是那麼確定,但是看了這個報導之後 我就覺得上百萬人這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數字 可能實際數字遠遠超過了100萬 因為這份文件透露出來,在新疆的一個線 剎車線就一次性的抓捕了2萬人 把他們關進了集中營 這個剎車線在新疆不算是一個大線,只有80多萬人口 佔新疆總人口的只有30分之一 新疆一共有2500萬人口嘛 維吾爾人大概是1300萬,所以只佔維吾爾人口的 大概是15分之一 那在這麼一個地方一次性的就抓捕了2萬人 把他們關進集中營 那在過這麼長一段時間,從2017年2月開始 一直到現在這兩年半的時間之內 那他們抓捕的人可能遠遠超過100萬了 那他們抓捕的這些人是不是都是罪犯呢? 絕對不是的,即使是中共他們自己在這些文件裡面 也承認不是罪犯,為什麼要抓他們呢? 主要是因為他們思想受到了極端派的影響 接受了伊斯蘭教的這些極端主義的影響 所以要把他們抓進來,抓進集中營去進行洗腦 而他們怎麼樣是確定這些人是受了極端思想的影響的呢? 說起來也是非常的可笑 這份文件裡面透露出來說有一些標準 如果是一個男人他留鬍子,這就是受了極端思想的影響 如果他學阿拉伯語,這可能受到極端思想的影響 如果他不抽煙不喝酒,這也有可能是極端分子 如果他在清真寺外面在公眾場合禱告 這都是極端分子,留鬍子或者是不抽煙不喝酒 或者是公開禱告,這都是一個穆斯林的基本的宗教義務 你如果信仰這個伊斯蘭教,你就應當這麼做 不管你是極端派還是不極端派,都應當這麼做 這根本和極端勢力沒有任何的瓜葛 但是中共把所有的這些標準都用上了 實際上就是要把所有的穆斯林都抓進集中營去 只要你信仰這個伊斯蘭教,你就要在集中營裡面 去進行強制的洗腦 他們抓進集中營之後怎麼強制洗腦呢? 就是天天逼著他們學習中共的這些文件 必須讓他們承認自己的錯誤 那在這種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 很多人那是頂不住這個壓力的 他們為了回家,為了重獲短暫的自由 重獲有限的自由,他們可能就會向國家機器屈服了 會認錯了,中共還有一套辦法來考試他們 不是說你說我認錯就認錯了 他還要考試你是不是真誠的認錯 通過了他這些考試之後就有可能被放回家了 但是放回家這還沒有終結,還要繼續受到監控 現在中共在新疆建立的這個監控系統 可以說是世界上首屈一指 即使是當年奧威爾那個小說家 想像出來的1984年集權社會那些監控手段 中共現在在新疆實行的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到處都是監控攝像頭,有人臉識別 有大數據系統,有這個生物基因庫 所有的人你一舉一動 中共恨不得都完全納入這個監控系統當中 當然了還有遍布在各地的 新疆各地的這些碉堡,這些警察的港庭 所以說現在新疆整個的就是一個大監獄 那麼還有一部分人他如果是性格比較強悍 他如果是信仰對伊斯蘭教真的是比較認真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想對你這個中共屈服,那怎麼辦呢? 那麼這些人就會受到更加殘酷的對待 我記得前幾個月有很多的媒體都發布了一個視頻 就是在中國的某一個地方幾百個鶴槍實彈的武警 壓解著幾百個看似新疆穆斯林的 這些少數民族的男性的犯人 從一個火車轉移到另外一個火車 所有的這些犯人身上都戴著手銬和腳鐐 那個景象真是慘不忍睹 只有在電影當中才能夠看得到什麼電影呢? 就是描述納粹如何迫害猶太人的這些電影裡面 才能看得到這種景象 現在是21世紀了 在中國居然出現了納粹才使用的這些手段 這真是讓人完全不能夠接受 讓人覺得中共現在他們絕對是瘋狂了 他們已經完全拋去了文明社會 應當有的最低的那個底線 現在在對維吾爾人 在對其他的少數民族穆斯林進行種族滅絕 中共在新疆地區實行暴政那是由來已久 從他們一見證就開始了 在1949年中共就派王政帶領著十萬大軍進入新疆 當然他們進到新疆之後 肯定會有一些當地的人對他們不滿 有一些抗議甚至是有一些反抗 王政怎麼樣對待他們呢?就是一個字殺 任何反抗無論是什麼級別的什麼程度的反抗 他都進行大屠殺,挨個村一個村一個村的殺過去 他在新疆主政四年可以說是殺人如麻,血流成河 他自己還很自豪的說經過老子這麼一殺 新疆50年之內不會出現反革命了 當年王政的這一套做法甚至是在中共黨內 都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 當時的西北局的書記叫做習仲勳,是習近平他爸爸 他當年是王政的頂頭上司 當他知道了王政在新疆的所作所為之後 非常憤怒就把他告到了中央,要中央撤他的職 毛澤東他本人是個殺人如麻的角色 但是他知道了王政在新疆的這些殘暴行進之後 都覺得太粗暴了,所以他把王政撤了職 從新疆調回到內地,那現在習近平執政了 他沒有學他爸對新疆採取懷柔政策 而是學他爸的政敵王政,他現在的政策 新疆政策可以說是和王政一脈相承,是如出一折 那這份文件也透露,現在中共的新疆政策 是完全由習近平一手主導的,一手安排的 2014年習近平訪問了一次新疆 在他訪問期間就發生了兩次恐怖主義襲擊 習近平認為這是對他個人權威的一個挑戰 這是對中共新疆政策的一個挑戰 所以他就要進行強硬的回擊 他就召集當地的這些維吾官員,告訴他們 你們必須得進行無產階級專政 要把這些恐怖主義勢頭給壓下去 他說一旦人們接受了極端主義的這些教義 那麼他們就會變得非常的瘋狂,變得毫無理性 變得非常冷血,殺人如麻 實際上他把這些評語從新疆的恐怖主義分子身上 轉到中共頭上,那是一點錯都沒有 新疆不錯是有恐怖主義行徑 但是這種恐怖主義行徑並不是那麼激烈 畢竟他的人數不多,只是極少數人 新疆在過去的這個穆斯林世界 它都是處於一個邊緣地帶 新疆的這個伊斯蘭教它並不是非常激烈的 它是非常溫和的,非常世俗化的 如果有恐怖主義產生 主要的原因不在於宗教而在於政治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共過去在那個地方 殺戮太重製造了太多的仇恨 讓這些人感覺到沒有希望 所以用這種激烈的方式來進行報復,來進行復仇 我們絕對不贊成恐怖主義 但是一定要知道在新疆恐怖主義的根源 是國家恐怖主義,新疆這些穆斯林 他們所搞的這些恐怖主義行徑 那只是個人恐怖主義 對整個新疆的這個局勢來說 可以說是顯介之極 而新疆的這個國家恐怖主義 這是在不斷的系統性的全面的製造民族矛盾 製造仇恨,而這個製造仇恨 他們一幹就是70年,現在仇恨已經積累深重了 對於今後中國民族轉型之後都是一個大問題 現在是時候考慮後中共時代怎麼樣處理新疆問題 這些重要的問題了 大家不要以為中共現在還很強大 它確實是很盲橫,它確實是很龐大 但是他們內部虛弱的不得了,千瘡百孔 而且他們現在面臨著國際上的壓力和國內的壓力 都空前的龐大,他們非常的虛弱 是見證以來最虛弱的一個時期 而且今後還會更加的虛弱 所以今後一兩年之內中共突然崩潰 這是大概率事件,甚至可以說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件 那麼我們現在就必須得未與籌謀做好這個準備 其中的重要的一個準備就是大家一定要從思想上面要搞清楚 一定要提前謀劃好,未來的政治家一定要提前謀劃好 怎麼樣應對將來新疆的局勢 那我在這裡就給大家簡單的講幾個我個人的觀點 剖磚引玉供未來的政治家參考 第一個一定要在新疆實現轉型正義越快越好 什麼是實現轉型正義呢?就是嚴懲那些 中共在新疆執行暴政的直接的責任人 比如說像習近平,比如像陳全國 如果是能夠把他們抓住,對他們進行公開的審判 讓國際社會知道,讓新疆人知道,讓全國中國人都知道 他們在新疆所做的那些暴行,這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這會極大的緩解當地人民的憤怒的情緒、仇恨的情緒 當然啦,做到這一點還不夠 第二點還要邀請國際社會在當地進行違和 不要以為這是損害中國主權的一件事情 現代社會人權高於主權,主權是相對的,它是低於人權的 中共過去甚至他們都派出過違和部隊到其他國家去違和 那麼我們為什麼沒有理由,沒有條件去邀請其他國家到新疆來違和呢? 那個地方大家相互不信任,相互仇恨 只有邀請那些大家都能夠信任的那些國際力量到當地來維持和平 整個地區才能夠安定下來,才能夠安寧下來 國際維和部隊在新疆住個十年、二十年等到各個地區 各個民族的人把自己內部的這個結構調整好了 真正的民主走上了正軌之後,仇恨化解了之後 大家再撤到時候新疆就會能夠避免一場血雨腥風 那第三點就是要實行高度的真正的地區人民自治 現在中共在新疆所實行的民族自治是七世到明 將來的民主中國一定要在新疆真正的進行民族自治 這個自治和民族這是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新疆的各個地區、各個市、各個縣、各個鄉、甚至是各個村 都要實行民主選舉 當人民用他們自己的選票選出了當地的政府 那個時候才叫真正的自治 一旦自治之後,那麼各個地區、各個民族 他們很快的就組織起來了 組織化的程度越高 尤其是在政治上組織化的程度越高 對於暴力行動的這種控制力就越強 因為組織程度越高 那麼代表組織來做出決策的那些人 他就會越理性,越理性就會越少暴力 組織化是減少暴力的一個法寶 任何社會都是如此,這是一個定律 組織化的程度越高,暴力的程度,暴力衝突會越少 那有些人可能會擔心說 所有的這些少數民族,這些穆斯林都組織起來之後 當地的漢人怎麼辦?漢人也組織起來 漢人也進行民主自治 在北疆很多地區都是由漢人為主體的這種社區 這些社區大家也可以自我組織,也可以進行自治 大家也可以建立民主政權 當這些民主政權建立起來之後 和新疆其他各民族的這些政權 大家心羅其步,大家頂足而立 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相互之間進行理性的 討價還價,進行理性的競爭和妥協 這就是未來新疆真正的能夠實現和平之道 而不是說把新疆人徹底的鎮壓住 或者是把漢族人徹底的趕走 民主是保證和平的永久和平的最佳的方法 談到新疆有一點是不可迴避的 就是將來的新疆穆斯林如果是要求獨立怎麼辦 確實是一個難題,如果是讓他們獨立 那麼很多很多的漢族人,包括內地的那些 佔95%人口總數的這些漢族人都不會同意 那個時候民主政府,中國的民主政府 怎麼樣應對新疆的獨立要求 如果你不讓他獨立,那麼他們又會進行反抗 甚至是有一些人又會拿起武器來進行反抗 那麼這不就陷入了一個內戰的局面了嗎? 怎麼樣避免因為獨立的要求而爆發內戰 而爆發激烈的民族衝突呢? 有一個辦法就是制定時間表 人們在有希望的時候他是不會拼死反抗的 必須得給他們希望,而且這也是民主原則 所做出的一個要求,你如果是承認民主 你就必須得承認任何地方的人民 他們都有自覺的權力,人民自覺權 這是民主的一個必然的要求 不承認這個權力就根本稱不上民主派 如果是還想用強力去鎮壓一個民族的 他的獨立的呼聲,那麼這個國家他就在奴役這個民族 一個在奴役其他民族的國家 他自己也不能夠實現自由的,不能夠得到民主的 所以說必須得承認他們獨立的要求 這是對未來中國民主政府的一個考驗 必須有高度的智慧,高超的政治手腕 一方面對於漢族主體的這些老百姓要進行煩洗腦 讓他們放棄大一統的思想 讓他們接受民主的原則,接受人民自覺權 另外一方面又要和新疆的那些穆斯林 那些少數民族的政治團體和他們的領袖 來進行談判,來進行妥協,讓他們感覺到未來有希望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那個時候他們就可以舉行公投來贏得獨立 當他們有希望的時候,他們就不會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 就不會挑起內戰,就不會進行去鼓勵那些極端主義的勢力 那個時候新疆既有國內的民主政府又有國際的違和部隊 在這個多方面力量的作用之下 讓新疆保持十五年、二十年的穩定 到那個時候,到二十年之後 民主在中國已經穩固的建立了 老百姓的大一統的思想已經消除了 而新疆地區它的經濟發展又走上了正軌 這個時候大家再通過投票來決定新疆的前途 來決定新疆各個地區的前途 這就是中國未來解決新疆問題化解新疆仇恨的 避免新疆爆發內戰的這個根本的方法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